六十五 六十五 你要什么 我 六十六 六十六 六 殿下 今日就打六十六下 够了 殿下 咱们接着 君与我此 何也 先有曰 中分 而今觉之全 殿下 臣就不必 没事办了 能没事吗 你试试 你为什么不好好写字 我 那就不要让小冉抓到 你还顶嘴 你等着 我一一都会给你套回来的 杨少 我爹呢 掌军罚的是本将 杨杜宇 他可是将军的儿子呀 你别扯他 我看他敢 斩 我也没想再问你 你哪 乖 还没想再问你 晚上 远 你 还有 你不高兴了是吧 小人已经很努力在写了 你努什么力啊你 天天不用了 你动 你宰我 宰 天天 据说殿下督导颇为尽心 还从东府 要了几十副浸铁过去 写 你看着我干吗 醒世帖 帖主王导 是王羲之伯父 生平爱书如命 丧乱难度之际 将他此生最重要的身外之物 忠摇的宣氏铁藏于衣袋之中 使其得以保全 这跟殿下 倒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位内归人若是再小一点 殿下 怕是也要将他藏于衣袋之中的吧 殿下不必费心了 陛下早就已经知道了 这袋子若是真解不开 殿下教这位内归人写字 用的难道是左手吗 如果大晚上来 你就是要说这些废话的话 衣人裙袋里面藏着的 不愿出来面对的 不止是皇后吧 那舅舅呢 什么 看来殿下还不知道吧 前线大劫 武德侯他 舅舅 回京述职 先子赵长州都督 返京述职 这是国事 我没有智慧 但召回的旨意臣 并未拟过 这事 这是 什么意思 不对 朝廷的旨意 是下到到长州之后 父亲再离开 我为什么就赶不上了 难道根本没有旨意 赵世成的星号 殿下出世了 父亲他是 是山子皇兄 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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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殿帅就围了 进城后 将军先更衣 陛下已备好酒宴 为将军接风洗尘 将军先请罢 殿帅不一起去吗 下官执愤 还不配为将军执鞭坠灯 陛下另派见了他人陪同 舅舅 舅舅辛苦了 陛下那边特命臣 在此等候舅舅回家呢 陛下 下官执行 还不配为将军 他人陛下 就算了 你还不配为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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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就到 殿下 殿下 皇后殿下 一会儿也来 来 朕立了心后 喝完这杯酒再走 臣过去 在王府跟皇后喝过了 虽是王府救人 但是酒 却是朕精心准备的 食令新酒 不知 不要辜负朕的一番心意 谢陛下好意 但是 殿下自幼体弱多病 把下人照顾不周 要是有个万一 臣怕有时 对先皇后的承诺 臣想 陛下应该 也不会有了新皇后 就忘了 从前对先皇后的承诺了吧 莫知真想知道 太子现在何处